大家好我是托尼兔兔兔兮 最近呢 关于暗黑破坏的4又有新消息了 据外媒报道 最近采访了暗黑4的游戏总监 Jell Shelley 在采访中提到 在暗黑4的首发版里没有套装 另外呢 还提到在2月17号的粉丝会上 会公布更多的消息 那其中最主要的肯定就是公测的时间 首先我们聊第一个啊 据外媒采访这个暗黑4的游戏总监说 暗黑4首发版没有绿色套装 我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第一反应是先搜遍内外的网络 但是都没有找到这个采访的原文 或者是视频 不过从原文的口吻来看 确实很像这位总监讲的话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 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 当然我也知道 没有哪个游戏上来这个首发版 就是完美无缺的 后续更新补足也很正常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 这个绿色套装从暗黑2 暗黑3整个系列下来 在装备系统里边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像暗黑2里边的塔拉下 塔格奥还有这个大塔呀 这些套装的名字呢 还能跟整个这个剧情啊联系上 哪怕有很多鸡类的属性 干脆用不上 这个游戏里玩的就是个刷 收集 装备系统呢 就是整个游戏的灵魂 少了这一部分 那就是灵魂的缺失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个绿色套装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首发版里边加入呢 卡住它的是什么 那就是数值 从前年开始啊 这个暗黑4都测试了多少轮了 逢撤必漏 尽管大家大部分都没有参与过这个测试 但是从细漏的内容里边也能看到个七七八八 哪个版本里边见过这个绿色套装 从这点上也能印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这临近发售了 突然说套装没做好 首发版不加入 那听到这里啊 很多玩家肯定一定想问了啊 你游戏的套装设计不完善 你没有加入 那你预购倒是弄得很完善 这还有三个版本 每个版本还包含这么多的特权 所以我很难不去想一个问题啊 除了绿色套装这部分没做好之外 还有哪些内容你也没有完全做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话题 2月17号粉丝会公布更多的暗黑4内容 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6月6号正式发布之前的一次造势 为的是啥 为的就是让更多的玩家去预购暗黑破坏4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天一定又会遮遮掩掩的 透露一些玩家貌似已经知道 但是又不完全知道的内容 把玩家的胃口彻底掉起来之后呢 再公布一下公测的时间啊 那这个时候想参加公测的话 就只能去预购了 自从这个动词和网易解约之后啊 今年上半年 暴雪营收肯定很难看 甭管他怎么去扯中国市场营收占比 怎么怎么低啊 事实是他必须要通过暗黑4这个游戏 把这个大窟窿给补上 所以就单从这一点去判断 6月6号游戏发布 铁定不会跳票 那铁定要上的意思也是 做完做不完都铁定要上 至于公测 所谓的抢先体验 为的也就是提早 嘎一拨韭菜 哎好不让这两个季度的财报太难看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不管是动视还是暴雪 大家基本已经看透了 至少我的观众啊 你们这些睿智在家伙 肯定早就看透了 其实目前呢 还在玩暴雪游戏的玩家 冲的其实就是这几个老IP 而不是这家公司 这些年搞的这些个什么嘉年华 粉丝会啊 搞还不如不搞 大部分都是骂声更多 所以暴雪没啥事 真的就别自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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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